OK啊 那么这是上面这部分啊 是我们所说的Gate基本的操作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也是在开发里面常用的 叫做Gate里面的一个分支的概念啊 那么这个概念呢 这里面啊 廖老师举的例子呢 就是你可以认为分支呢 就是两个平行的宇宙 对吧 本来之间的是没有互不干扰的 突然间有一天两个相遇的啊 那么这个呢 分支的话 你也可以认为 它就是这个工厂里面的两条流水线啊 流水线之间 它是没有这个关系的啊 没有这个关系的 只不过突然间 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流水线呢 它重合了啊 这一条线呢 就叫一个分支 那么重合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叫做分支的合并啊 分支的合并 OK 那么分支 注意啊 在我们实际开发里面 有什么作用啊 有什么作用 那么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就是经常会出现啊 我要开发一个新的功能 但是我可能不是一天两天 我就能开发完的 那么 你为了不影响别人干活啊 你就需要呢 自己呢 去开辟一个 新的分支 去开发这个新的功能 那么你就不会呢 去影响别人干活了啊 之后呢 在你开发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呢 一次性的把你开发的这个内容呢 合并到原来的分支上面啊 这样 它就不会影响别人工作啊 这是我们开发里面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分支啊 注意分支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水线啊 流水线之间 它是互不干扰的啊 OK 这是分支的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啊 在我们 Gate里面呢 它呢 创建分支啊 特别快 Gate呢 注意 这里面就我们之前给大家说 Gate会把我们每次的提交 它的一个版本记录呢 创成一条 时间线啊 那么这条时间线呢 就是一个分支 那么刚刚我们所讲的操作啊 都是在一 都是在一条时间线里面 它就只有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呢 我们把它叫做 主分支 这个主分支的名字呢 叫做Math分支啊 这是它默认的一个分支 我们刚刚所有的分支 都是在这个Math分支上面啊 Math的这条流水线上面去做的啊 好 那么这里面 我们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Hide呢 是指向你这个版本 当前的这个版本 对吧 那么其实Hide呢 严格来说 它不是指向当前的版本 它是先指向当前的这个分支 是谁 分支呢 才指向最新的这个版本啊 最新的版本 其实在这里面呢 就应该有这个样的啊 就你在这里面 这个Hide呢 它先指向我们这个Math的啊 它先指向这个Math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Math的 OK 那么Math的呢 它才去指向我们的这个版本啊 就是在这里面啊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它指向它 我们的Hide呢 指向Math啊 OK 那么我们刚刚所有的操作 只是在一条流水箱上面 就是只有一条分支 这条分支呢 叫做Math啊 就叫做Math的分支 OK 那么 然后 这就是一开始的样子啊 就一开始的时候 Math的分支呢 就是一条线 你每一次呢 去提交的时候 这条线呢 就会往前移动一次啊 就Hide 然后呢 指向Math的 Math的指向最新你提交 它就 你每提交一次 它就会往前移动一次啊 移动一次 你提交越多 这条线呢 也就越来越长啊 那么 当我们去创建新的分支的时候呢 Gate创建新分支非常快啊 它呢 只是给你新建了 你比如说 我要在这个位置啊 我要在这个位置 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那么它只是在这边 给你创建一个新的指针 让这个指针呢 也指向这个记录 也指向这个记录啊 同时呢 让Hide呢 指向你这个DV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在了这个DV分支里面 就跟Math就没有关系的啊 没有关系的啊 就Gate创建分支 很快啊 只是呢 增加一个指针 然后呢 改变这个Hide指针的指向啊 改变Hide指针的指向 OK 然后再往下啊 你到了DV分支之后 你再进行提交的时候啊 再进行提交的时候 它就是在DV分支上面 进行提交 就跟这个Math分支 没有关系的啊 Math的指针 还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指着啊 还在前面这个位置指着 OK 然后啊 比如说 你在DV分支上面 的工作完成了啊 你可以呢 把这个DV的分支呢 合并到Math上面啊 它这个合并也很快啊 就直接就把这个Math 从这边移到了 这个位置啊 哎 就合并啊 这个合并啊 然后 合并完分支之后呢 你可以呢 去删除这个分支 删除分支呢 也很快 就是直接把这个指针呢 给它 删掉 哎 那么就剩下了一个分支 叫做Math啊 哎 这里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基本的 操作啊 基本的操作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边 我们就要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啊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你执行这个Gate Branch 这个命名 你可以看一下 当前你的Gate里面 有几个分支 那我们说默认只有一个Math啊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直接使用这个Gate啊 Branch啊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呢 有一个Math啊 对吧 这个星呢 代表当前你就是在Math分支里面 现在我们默认只有一个分支 叫做Math啊 OK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怎么去创建 并切换到一个分支上面进行工作啊 比如说 现在呢 哎 看一下我们这个图 我这个图呢 是不是在这边 对吧 我现在呢 然后啊 看到没有 切换到一个新的分支 叫做DV 然后你在这边直接写上一个Gate 哎 Gate Branch啊 Gate Branch 你看一下 哎 现在我们具有了两个分支 当前你是在这个DV分支里面啊 DV分支里面 好 我们说他这个东西呢 切换的时候他很快啊 他很快 他就是直接在这边呢 给你新建了一个指针啊 给你新建一个指针啊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拿过来 就是直接在这边 我们就在这边吧 哎 直接放在这个位置啊 他就在这个位置 哎 也给你创建了一个DV指针 哎 这个DV指针呢 就直接呢 就指向了这个 这个位置啊 DV 然后 这个我们就把它 不要红啊 然后 那么这里面呢 就直接就给你创建一个DV指针 同时呢 切换的话 就是拿你这个 HIDE这部内容呢 把它移到了 这边啊 把它移到这边 那么这里面你要注意啊 创建并切换啊 很快 好 哎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建并切换啊 创建一个分支的话 就是直接 在这边呢 创建在这个位置 创建一个指针 哎 指向它 这就创建一个新的分支 然后切换的话 就是让HIDE呢 它不指向这个Math呢 它在指向我们 切换的这个分支 叫做DV啊 这就是创建并切换啊 创建并切换 OK 那么 然后啊 我们说你在这个位置 创建这个新的分支啊 那么在这个分支里面 它后面的这些 你原来Math里面 这些东西呢 它都 它都有啊 它都有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我在这个 呃 第一位分支里面 我可以使用这个GateLog 哎 我直接简单点啊 Pretty等于OneLine 哎 你会看到这些季度是不是都有 对吧 哎 这里面是我们的分支的一个概念啊 创建并切换一个分支 其实呢 就在这边新建一个指针 然后呢 HIDE只过来 哎 这就创建并切换啊 那比如说 下面呢 我们呀 哎 修改这个文件 在里面加一行 然后呢 并且呢 去做一个提交啊 去做一个提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去写一下啊 就是vi code.txt 然后呢 在里面呢 写 add OneLine 好 那我在这里面进行编辑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是在这个第一位分支里面进行编辑的啊 我去提交也是在第一位分支上面进行提交 就是Gate 写上一个 add啊 先写add code.txt 然后呢 写上get commit -m 然后呢 写上一个第一位分支 提交啊 第一位 那么分支 提交 OK 那么这个时候 你使用这个 GateLog --Pretty 的一个文案 你会看到这个第一位分支里面 是不是多了一条 创建记录 版本记录啊 那么这个对应到我们图上面呢 就是 它从这个位置啊 往前移动了一次 在这边又创建一个版本记录 然后呢 同时 它整体的往前 移了一次啊 整体往前移了一次 那么Math的指针呢 它还在这个位置啊 对应到我们这边呢 其实呢 就是 在这边 再来一个记录 就是在这里面 再加一个记录啊 再加一个记录 之后呢 同时 这两个东西呢 整体呢 往上 做一个 移动 啊 做一个移动啊 然后呢 在这边加一个记录 对吧 啊 在这边加一个记录啊 哎 这个加记录呢 就是我们呢 哎 好 在这里面加了一行 对吧 哎 code啊 就是code.tax 中 那么添加一行 啊 添加一行 OK 那么 OK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第一微分支的一个提交啊 哎 版本的说明信息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一微分支提交 那么 曼斯的呢 你要注意 他还在那个位置没动啊 第一微分支 提交 那么曼斯的呢 其实他还在这个位置啊 他还在这个位置 他还是指向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方啊 就我们在第一微分支里面的提交 跟这个曼斯呢 是没有 关系的啊 是没有关系的 OK 哎 他现在呢 就是这种状态啊 就这种状态 OK啊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往下说的就是 我在这个第一微分支里面工作完成之后 我可以呢 进行分支的一个切换 切换回这个曼斯的分支 那么切换怎么切换啊 直接呢 就是 给他 check out啊 然后呢 跟上你要切换为哪一个分支 我要切换为曼斯的 我就写上一个 曼斯啊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提示你切换回了分支 曼斯啊 这个切换分支呢 也很快啊 也很快 怎么做呢 其实呢 就直接把这个曼斯的呢 把它拿过来 再指向我们的曼斯啊 指向我们的曼斯啊 OK 那么 这里面呢 就说明 我们现在呢 切换回了这个 曼斯的分支上面啊 曼斯的分支上面 OK啊 你要注意这个 哎 这就是他的切换分支 啊 切换分支 然后 切换回曼斯的分支之后呢 哎 你可以呢 去把第一微的内容呢 把它合并到这个 曼斯的分支上面啊 在合并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Gate Branch 你可以看到 我们确实在这个 曼斯的分支里面 对吧 然后呢 你使用这个 给他log 你看一下 刚刚 Pretty的一番烂 好 那么 曼斯的分支上面 有没有这个记录 没有对吧 哎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合并了啊 把第一微的内容的合并过来 怎么合并啊 就是Gate 直接写上一个 Merge Merge后面呢 你要合并第一微的内容 就写上一个 第一微 好 回唱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了一个 合并啊 那么这个合并呢 你注意 他在这里面 给你显示的叫做 Fast Forward啊 他就是快速合并啊 什么叫快速合并 对应到我们这个图上面啊 就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呢 你注意啊 直接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 往前 一挪 啊 往前一挪啊 这就执行了一个快速的合并啊 他也指向这个位置 那么合并完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在这里面 你再使用这个 Gate Log 刚刚Pretting 哎 你看 哎 这个记录是不是也有了 对吧 哎 这就是他的一个合并啊 那么这个合并呢 我们把它叫做 快速合并啊 这里面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一次的合并 我们把它叫做 快速合并 那么你注意 有些时候 那么 Gate在合并的时候 是不能使用快速合并的啊 他能够使用的时候 他默认就会使用这个快速合并 但有些时候 他不能使用快速合并啊 我们在这下面还有例子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啊 OK 快速合并的话 就是把指针往前一挪啊 这就实现了一个合并啊 然后 合并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呢 去删除 哎 这个分支了啊 删除怎么删除 直接呢 是GateBranch 杠D 然后呢 后面跟上 你要删除的分支的名字啊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给大家说 比如说 我现在要删除这个 第一位分支 我就直接写上一个 GateBranch 杠D 然后呢 写上一个 第一位 好 那么这里面就告诉你 删除分支 对吧 你直接在这里面 你GateBranch 你看下 是不是只有一个了 对吧 那么这里面 就是我们的删除分支啊 删除分支 我们说 他也很快 他就是把这个指针呢 直接删掉啊 这就没了 这里面还是这么一个分支啊 还这么一个分支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分支的一个基本操作啊 那么这里面查看分支 那么这里面这个创建分支啊 你注意 创建分支 然后呢 切换分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创建并切换分支 那你注意啊 这个创建并切换分支呢 其实呢 就相当于他俩的一个合体啊 他俩的一个合体啊 这个是只创建不切换 对吧 这个是切换啊 这个是创建并切换啊 那么合并分支 到当前分支 怎么合并 GateMorty 然后呢 加上一个分支的名字 删除分支 就是GateBranch 跟上一个内部啊 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分支啊 它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啊 那你要注意 我们说它很快啊 它很快 它就是创建分支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在某一个位置呢 给你创建一个指针啊 创建一个指针 你之前所在的分支里面有的内容 这个新的分支里面 它都有啊 它都有啊 就创建一个指针 直接指向你这个记录 这就一个新的分支 之后的话 你在新分支上面进行提交 就跟原来的分支呢 就没有了关系啊 没有了关系 那么 创建在一个分支里面 编辑好的内容之后呢 你切换回原来的分支 你想把这个 新分支的内容合并过来 直接呢 使用GateMorty啊 它合并的时候 如果能够使用这个 快速合并模式的话 它就会使用快速合并模式 快速合并模式 就是把这个指针呢 往前移动啊 往前移动 OK 然后 删除分支 就直接把先用的指针呢 给它 拿掉啊 这就是分支的一个 基本的操作啊 好 感谢观看